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去讲香港的房地产 现在香港的房地产主流就是说 一通关内地的同胞就会到香港去买房子 我对这一个看法我有一点怀疑的 因为我想去讲一个故事 就是以前金融写过一本小说叫 笑傲江湖 它在结局里面是反高求的 大家以为最后的尾段是最好看的 但是最后收藏就收藏 一些反高求在里面 可能有机会 很多人以为同胞等到香港开关的时候 他们的房子会卖高一点 但是最后没有这个情形出现 反而有一个落差在里面 他们要去卖房子的时候 有机会给现在的还要差 这个时候是有可能发生的 为什么因为我讲过 如果它跌破一个我们叫上星的轨道的时候 我就要重新去检讨是不是有什么基本的认数改变 以前的整个上星的轨道是在一把七十就是中原指数一百七十左右 跌破了就是不是在这一个区间就是一百七十到一百九十多这个区间 现在这是一个顶部 现在去走的一个区步就是一五零到一七零中间 为什么会出现的就是利息的债利率 以前我们我我我我我自己看这个楼市就是认为利率太低 我曾经要讲过 美国是最大的债者来的 千人债最多钱 他们不会主动去占利率 但是今天过去几个月你会发现他债利率债得非常快 非常多 根本就是以前我讲的他有些基本面的改变利不去找 我们就要重新去审视 来解一个利率是不是会变成一个长期化 现在已经有一些联邦守备局的人说 2023年整个亚会有机会在五厘以上 如果是利率在五厘以上的时候 现在的楼的回报率只有1%到2% 这个完全是不吸引的 你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要给放在房地产投资里面 还要吸引 要不然你就要周金去增加 要不然就是要楼价要出些调整去反应 这个周金的回报变成吸引 所以解一个我们要等着看 现在你说同胞到香港 是不是一定会去买房子 我觉得不一定 等等着一个通关以后 告诉我是不是真的出现 同胞去长楼这一个状况 今天讲的香港的房地产就到这里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 再见 拜拜